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出大康老师的算是第五本书 改运之书 格局篇 那大康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几本书到底读者应该怎么看 从哪里开始看 或是怎么了解 那时候在聊的时候就在想说 能不能有一个东西是 大家可以看了马上就可以用 就可以懂的 所以攻略一很特别的就是 从来都没有命理书啊 是直接把命理师他们算命 就是我们算命 实际上面在用的一些技巧 然后抽离出来让大家买了之后 只要你有点耐心 就要他就可以直接用 我可以直接算了 我下个月是不是比较倒霉一点 他就可以直接这样用 那当然因为是给一般消费者看的 你当然也没办法算出来说 我比较倒霉到底要怎么破解还是怎么样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呢 因为马上 当然马上可以懂 然后马上可以用 所以呢我们决计很好的就 决定很好的 对 就有了攻略二 攻略三这样子 算是我们捡到这样子 因为那个秘密书其实读起来很没头都要揪在一起 然后秘密老师多数比较老 然后书秘密书做的这种时尚感 然后老师这么帅的 其实也没有啦 老师最近在减肥 那我就是因为我自己人生的过程中间呢 有一个比相对其他迷失来讲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因为我以前最多有一两千个员工 好大的公司啊 好大的企业 还好就是因为餐厅人多嘛 没有没有还是很大的企业啊 发两千人的员工 现在提起来就很可怕 所以说你要去做这些人的员工训练 你就必须要有让他们可以马上上手 或者马上很清楚知道怎么做 是 反正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就是服务业 尤其餐饮业根本没有时间坐在那边听课 或什么 现场都要服务啊 对对对 那因为餐饮业是服务业 所以说它也不像说是那种生产线的工人 反正你觉得一步一脚印 你要把教它的东西 它还要拿来去对客人 哦 那就是另外一层的工夫 对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来去写这个书 然后可以直接让它 让人家拿到书之后 它读了它可以直接用 是 不然很多秘密书你读起来 好像看起来都很厉害了 但是真的给你一张盘 看不懂 没有啊 我都去看一张盘盘 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在看一张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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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Arsenal 過去不太講改運 所以格局到底應該怎麼看 其實這個是很妙的事情 我在入行的時候 曾經有個前輩告訴我說 他不算指揮斗數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指揮斗數不能改運 你就是算命而已 他就是天生的 天生的 對對對 然後他是學 他是法師 他覺得改運就是要靠福令啊 靠什麼啊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你沒辦法蓋啊 他的生意知道啊 對對對 但是其實在我們所學 我們覺得說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老天給你一張地圖 是 那地圖上會跟你講 很多很多條路怎麼走 對不對 那如果說 譬如說像我啊 我就是懶惰的個性 你如果找我 給我一張地圖 然後找我出去玩 我就是挑那個 路很好走的路來走 大家都一樣 我也一樣 有人會挑那個 路比較不好走 他覺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風景 但是問題是那個路很好走的路上 可能會有暴風穴 是 那這個就是命令在跟我們講的事情 是 你會因為你的個性 你可能會去選到一個 其實有奉獻的事情 是 可是老天其實會給你另外一條路 但是因為我們的個性 我們不會去選那條路 那個看起來好像不好走 他可能流浪化沒有一村 所以說其實 改運這件事情呢 就是當你看懂命盤之後 你就可以在上面知道說 喔 原來我其實有另外一條路可以選 所以當我們知道我們的命了之後 其實 中間還有很多種可能 你現在就看 你可不可以把運走下去 就是 很多命理是會回去 你去算命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說 你適合上班出 你不適合當老闆 你適合幹嘛 你不適合幹嘛 但是問題是 以我 我最常在上課的時候 講這個觀念 就以我自己做過生意來講 做過生意的真正的老闆 他就會告訴你 其實誰都適合當老闆 看你怎麼做 就是其實都可以賺得到錢 看你怎麼做 對 看你怎麼做 不要說你 我老闆這樣跟我講 對 就是看你怎麼做 因為 因為你不可能 你就是要賺到錢嘛 所以換個方法賺啊 然後每個月賺錢方法都一樣 對不對 對 對 沒有 都是這樣 其實格局這兩個字 是 我們平常生活中我們都會用 你是不是有大格局的人 我們平常生活也是這樣用 對不對 這兩個字其實一剛開始 就是從命理學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的起源 其實他講的就是 他就是一個分類 是 他幫你分類 譬如說我是比較胖的 你是比較瘦的 我就是胖子的格局 你就是瘦子的格局 我不是諧星的格局 那你這看起來就是小聲的格局 他其實就是這樣的分類 沒有命理老師這麼幽默的 古人在寫書的時候 有諸多壞習慣 諸多壞習慣 對 諸多壞習慣 跟豬一樣多的壞習慣 就諸多壞習慣 那這本書有很重要的一個作用 其實就是趕運 大家都希望趕運 威力才沒中就算了 看得不得對 看得平常運氣要有好一點 所以這到底怎麼趕運 老師一定要趕運有三個步驟 然後是怎麼樣把一首爛牌打成好牌 我們應該怎麼看 很多讀者都以為說 他是不是 比如說攻略一二三 他是不是先看一三看一二三 那其實不是 是 我們每一本呢 其實都把學習上一個技巧 單獨抽出來 單獨抽出來 所以他事實上 也有很多網友問說 我是不是要看一二三 我才不好看改運 很多人會這樣問 很多人會這樣問對不對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希望每一本書 它有獨立的生命 割裂字 可是我們也很歡迎那個 你五本一起買 命理的客家的贈購 對對對 有優惠 我們剛剛雖然講說 很多命理書 他都會 他因為這個格局把人限制住了 所以這本書 其實用這種 這種很淺顯的方式 讓你知道說 我盤排出來 這個是一個什麼格局 那書站會告訴你說 你要成為正式的情況 你缺什麼東西 然後缺這些東西 我們就把它固進去 然後還有 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你的人生中 會不會有什麼事情啊 是 譬如說 董事長明明應該要往 演藝圈發展 但是董事長可能不敢 被耽誤了 對 對 對 可能是什麼事情綁住 我這邊也有減備的一個盤 這張盤呢 這張盤呢 它的最大的問題是 它有一顆陀螺 對 它在決定什麼事情的時候啊 比較容易籌俗不簽 是 比較容易呢 想很多 是 但實際上呢 以這張盤來講 如果它今天少了這個陀螺 它的五攤的這兩個 五 五曲跟灘螂 五曲跟灘螂 在折抖術裡面算是一個很好的計測 想個心 非常非常好的組合 五曲是財心 看狼是慾望 你這個呢 有財運又有慾望 那不是很棒嗎 可是呢 機會來了 因為它想太多 被耽誤了 被耽誤了 或者說這個人來照我們順便 我就告訴他說 那 因為它的陀螺在這邊 它本身自己的個性 就會做什麼事情 考慮太多 憂鬱不簽 我們就會告訴他說 把它 然後立刻把來塗掉 改譯就這樣嗎 對就是這樣 把你把改一改嗎 對對對 怎麼把你 怎麼把你 怎麼把他塗掉 就是當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開始在覺得 猶豫不決的時候 你就不要猶豫不決 是 想覺得可以了就做 就做了 勇敢一點 勇敢一點就做了 那這個東西就不見了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會知道說 那我知道這個是我需要修改的 那我去改它 那我是 運就會跟著改 舒里頭也有提到 畫技是成功事業的逆境菩薩 我們都覺得畫技很淡 就淡掉了 不是嗎 記這個字 多年來 因為 因為中文的關係 因為中文的關係 把它當成壞的 把它當成壞的 其實記這個字 拆開來 叫 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上面自己下面自己 自己的心 對 所以它氣的意思其實是 你自己內心的空缺 是 我覺得我自己內心的不足 可是我們都去想到 我覺得我內心不足的時候 我那種痛苦的部分 譬如說那個 沒有取到靈子靈 對 他內心的空缺 可是不舒服的過程中間 你是不是就會去努力 是 所以你要 你可以去想它造成你內心的不舒服 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專門的動力 然後運就改 所以不只是 命理老師 指揮老師 同時是中文老師 我們要認識 自己的心 對 自己的心 謝謝大哥老師 謝謝這個 我們一系列的書 我們繼續下去 然後改運之書 格局之篇 歡迎大家 繼續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